我们先准备100克的红豆 用清水浸泡一碗 红豆可以去水肿 还可以改善便秘 然后再准备100克的薏仁米 薏仁米可以去掉体内的湿气 它的热量也是非常的低 但是薏仁米偏寒性 长期吃的话身体过于虚凉 然后对胃也不好 所以一定要放在锅里炒一下 在锅里炒熟之后 再来煮这样薏仁米的药性 就片于平和了 小火炒至微微发黄 比较一下 生的和熟的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入100克的红米 加入100克的黑米 加入100克的糙米 红米、黑米、糙米 这几种杂粮营养非常的丰富 但是它的热量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减肥可以经常吃 先将它们清洗干净 然后再加入550克的清水 浸泡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将米和水全部倒进电饭锅里面 然后将清洗干净的红豆也夹进来 搅拌一下 家里如果有高压锅的话就不用浸泡了 然后放进电饭锅里面 我用的是炸两键 没有这个键的话煮好 焖10分钟再开盖 这样我们的炸两米饭就做好了 煮好的炸两米饭非常的软 超级的香 这样简单搭配一下 吃起来口感也不会很差 里面加了红豆 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大家在减肥的时候 千万不要不吃饭 可以用这种杂粮来代替主食 每一餐像这样一小碗就可以了 大概的话是130克左右 这种杂粮煮出来的米饭也非常的抗饿 大概需要四个小时才会让你感到饥饿 家里有小孩或者是其他人不想减肥的话 你可以像这样用保鲜膜将每一份给它装起来 密封久紧实 每一团大概就是一个船头的大小 全部将它包好 煮一次可以吃四天 如果要放久一点的话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 吃的时候随便取一包 放在电饭包的蒸葛里面和米饭一起蒸熟就可以了 非常方便又简单 杂粮放可不光只会减肥 它还可以防止癌症 还可以降低血脂 好处真的是非常的多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做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宇拜拜